好 这是台中另外在高雄眼看着气宝即将成为决定胜负的关键 这位黄昭顺后援会的总会长李厚叶 他砸了50万在报纸头版登了广告 上面写着当一个希望眼看不能实现时 就要另一个希望 甚至直接说帮杨秋心比较有希望 把这个气宝的这个效应呢搬上台面 黄昭顺气炸了今天痛骂这是轻痛愁快 而杨秋心则顺水推舟 他说的确每个人都应该要追寻希望 中国时报头版头半版大广告 写着当一个希望眼看不能实现时 就要另一个希望 登广告的人是他 黄昭顺后援会会长李厚叶 民调过后比较多的 那协助民调接近的 城居四十几 杨秋心三十几 帮杨秋心比较有希望 大手笔砸50万登广告 就是要呼吁黄昭顺和杨秋心合作 李厚叶认为民调落后的人 应该帮助比较有希望当选的人 蓝鹰气宝搬上台面 黄昭顺气炸了 我们所有的蓝军支持者 都不能够做轻痛愁者快的事 他只是我后援会当中的一支 那我的后援会的总会长是 王忠宇董事长 如果今天是王忠宇出来做这件事 那我大概就要切副自杀 黄昭顺呼吁不要轻痛愁快 因为李厚叶的身份有指标性的意义 他是铁杆深蓝的退伍军人协会理事长 当初黄俊英角逐高雄市长 马英九选总统 他都全力辅选 他还是现任的黄昭顺后援会会长 当一个希望眼看不能实现时 就要另外一个希望嘛 这个是每个人都在这样做啊 永远要找尽 找尽希望 杨秋心看着广告笑开怀 他说和登广告的李厚叶不熟 但他也很认同广告刊登的文字 选战倒数眼看气宝 成为决定选举结果的关键 支持者极乐 自掏腰包 希望促成反局势力的整合 中天新闻 刘依晴纪博士包金盈 高雄报道